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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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大家開箱的就是庫海新一代的掌機 那一樣是7吋的 它的型號是RS-19 應該大家不陌生吧 早期有X16還有其他的相關的版本 大概就出了兩三種以上 那大家應該對庫海這品牌不陌生 因為它就是所謂的要性能沒有性能的品牌 它的機器 基本上都是可以玩簡單快速 但是可能沒有辦法達到非常穩定的效果 我指的是PS以上的遊戲 但是如果你想要玩的就是 以前街機一些2D 橫向的RVG過關遊戲 想要回味一下那這一台或許OK 因為它給你一個7吋的大螢幕的同時 它也支援手把的控制 能夠外接手把能夠外接到大電視上去玩 那它旁邊其實就寫清楚了 它用的是7吋的這個16比9的螢幕 然後它的解析度是800x480 那用的是電容式的觸碰螢幕 那有支援手把等等 它模擬器的支援也在這邊 那它有到PS 但是PS是沒有辦法到很順暢的 我覺得這一次比較大的改良就是它的外觀質感有進步 而且呢以前的充電會有問題 那以前的螢幕很可惜 就是你只能用手把跟按鍵去控制 沒辦法直接去觸碰像平板手機一樣 那把它改成觸碰螢幕呢 又改善了充電的部分 又改善裡面的這個遊戲的部分呢 它的價格也沒有變貴 一樣是維持在高CP值這個方向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配件有什麼吧 GO 好配件都拆出來了 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會有一條USB Type-C的充電線 然後呢一組耳機 還有一本使用說明書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台機器 那這個機器的部分呢 大家看一下 很明顯是在訪某一個品牌 就是法務最強的品牌 其實做的真的是越來越逼真了 那這次質感比較好的原因是在於 它的邊框這邊 你看到這種太空灰的地方 全部都是橡膠材質 所以摸起來手感比之前好 而且乍看之下呢 它沒有 比較沒有以前上一代的一些塑膠感 那但是呢按鍵的部分就很可惜 它的這個十字鍵的部分呢 還是做水晶按鍵 這個真的不是很好按啊 那現在這一次呢 就改成電容式的觸碰螢幕了 好接下來我們看後面的部分 那布局的部分呢 跟之前一樣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就是USB孔讓你外接手把 那麥克風的指示燈 記憶卡槽 然後這個是reset鍵 然後外接耳機 那充電的話有做改良 這一次走的是Type-C 那再來是電源鍵跟HDMI的輸出 那左右兩邊都有L1 R1 R2的這些按鍵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它的系統吧 Go 好現在已經開機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介面 跟之前非常不一樣了 因為很多玩家會向他們反映說 都不知道模擬器的種類在哪裡 把所有的模擬器呢 都直接在首頁上讓你去做選擇 你可以透過十字鍵呢 點進去 就可以去瀏覽這個模擬器對應的遊戲 那你可以往右移會發現 有一個觸品遊戲 我們就可以直接這樣點 有沒有也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做選擇 好再往下呢就是它主打的功能 就是這一台呢 它可以讓你呢 播放影片、音樂、圖片、電子書 還可以當計算機 跟電子吃點使用 雖然說這些功能你可能用不到 但是它主打就是它是非常全面性的 你除了遊戲以外 也有其他的操作可以用 那最後還有一個瀏覽器呢 這個就是屬於文件管理器 它並不能上網 那接下來我們在網清單 網右滑呢 它會幫你整合好就是 懷舊的遊戲 這些是屬於街機類的 你就可以從這上面去玩 那優勢呢就是它在軟體的部分 它已經幫你把遊戲都設定好了 那除了街機以外呢 在網右滑還有這個 紅白機的遊戲 小時候我們常常玩的 這邊也會幫你整合一些 好再往右邊移呢 最後面就是所謂觸屏遊戲 讓你呢可以透過搖桿按鍵的方式控制 也可以讓你透過觸碰的螢幕上面去玩 這是它的特色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試一下它的遊戲效果吧 GO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就是 街機遊戲的執行 基本上這種2D的 三格式這種遊戲 MME、CPS、ONE的 這種它都是可以很順暢的執行 好 那這個遊戲的過程中呢 如果你有動了要中斷暫停的時候呢 可以透過它下面的ES按鍵 點下去呢去做一個暫停 然後它往下拉呢 你可以做存檔 好那這邊呢總共有提供 6格的存檔的進度讓你去做調整 那這個存檔你就直接按下去呢 它就會自動存進去了 所以下一次你就可以直接用 載入進度的方式直接去玩 它會幫你讀取到 你上一次存檔的位置 那介面的部分就跟上一代一樣 因為硬體沒有改變 所以它的這個選單的部分 也是沒有做太大的改良 OK 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模擬器的遊戲 好 再來我們繼續來測試一下 首先從GP遊戲開始 點進去呢 其實它會幫你把遊戲的部分都分類好 而且會有名稱 好那總共的數量呢 也會在左邊這邊呢 會顯示出來 好那我們先進去隨便一個遊戲 做一個測試 好那進來去看到讀取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OK 好今天已經跳過了 那現在就可以正常的操作有沒有 就是以前GP的這個畫面 所以它還是以黑白的方式去做一個呈現 好那一樣遊戲是可以做存檔的 回到這邊來 可以直接做保存進度 那也可以呢 返回遊戲呢 我們繼續操作 基本上呢 GP的遊戲呢 它也是可以非常穩定的操作 所以我只會試一個遊戲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試一下其他的模擬器 好接下來試的話 GPA的部分 那我們就一樣調一個遊戲來做一個測試 也是可以正常的玩的 沒有問題的 基本上操作是不會有問題的啦 但是就讓大家看一下它讀取的一個狀況 好那一樣 有清單可以做存檔 你可以繼續遊戲 好沒有問題 好再試一下下一個遊戲 好再試一下操刃的部分 好那這邊有點一個迪士尼經典的阿拉丁的遊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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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目前你看到的模拟器呢 这都是可以自己加游戏进去的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就先退出给大家看 因为它的游戏新增的方式呢 就是透过记忆卡的部分 上面它会有一个记忆卡槽 基本上每一个模拟器 它都有一个对应的副档名 像操认的话就是点SFC 你只要确定你的格式是这个部分 然后又是中文名称的话 就直接把它丢进来 丢进来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做执行 重新开始呢 就可以进到这个游戏 基本上只要是对应的模拟器 它都可以执行 像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一样 那点进来呢 只要是它的模拟器的部分 都可以做成档 让大家知道一下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一个模拟器 好 再一次FC的游戏 好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游戏 好 再来看一下MD的部分 MD的话它有支援SMD的格式 或者是BIN的部分 只要格式对的话 它的模拟器 它都是可以运行带动的起来 OK 没有问题 好 那我退出呢 我试一下另外一个格式 给大家参考一下 刚刚是SMD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BIN的 好 也是可以执行 所以说你可以 这两个 这两个类型的副档 像有一些特定的模拟器 就会有这种状况 那你就是 反正你不确定的话 你就两个都丢进去 你给它试试看 OK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模拟器 好 再来是接机的游戏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好 那这边比较特别 接机类的游戏呢 它是属于 一个资料档里面 加一个立IP的压缩档 然后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OK 其实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 执行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就直接退出 好 那同时呢 再试一下这个 它右边还有一个 GB的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 随便调一个 做一个操作 一定也是没问题的 而且我从其他模拟器切过来的话 它也不会有卡顿的问题 那目前呢 测试下来的这一排的模拟器呢 都是可以正常的玩的 我先退出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首页你看到的这几个 首页这边 到最后右边这个GPC 这些都是可以顺畅跑的 那PS就不在上面了 要从另外一个地方点进去 但是它的效果就没有 像你现在看到的这么好 不过基于测试的这个原则呢 我们来试一下 PS的游戏 好 那机器里面没有那件PS游戏 那我刚才已经加进去了 顺便让大家知道一下 你新增的游戏呢 就是把它丢在机器卡里面 那插进去之后呢 就选择这个浏览器 或者是下载游戏 这两个都可以 那就选择第二个卡目录 好 那我刚才有丢两个档案进去 好 那它的PS游戏呢 它只有支援IMG的格式 那只要丢进去之后呢 它辨识到这个副档名 是哪一个系列的模拟器 它就会自动驱动 好 那这个是PS的 拳皇酒吧的游戏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虽然说它的副档名呢 只有限制IMG其他不行 但是至少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选单的地方呢 它是可以支援换叠的 好 如果说如果你玩的 有一些游戏RPG是会有第二片 第三片的资料片的话 它是可以做切换的 好 这个我觉得至少 还算是它的 小小的功能啦 至少 补足了它其他的格式不支援的部分 好 返回上有点卡顿 有没有 大家有看到吧 就是PS的模拟器 它就是会有这个问题 好 那点进来的话 其实玩起来的话是OK 但是还是会感觉 帧数没有到很大 好 那边给大家听一下 它的喇叭其实很大声 把它调到最大声 好 现在最大声了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OK 好 接下来给大家试一下 这个触屏游戏 里面呢 有放了128款 好 那你仔细看副档名是SWF5 就是早期的Flash档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Flash的小游戏的话 你是可以丢进来跑的 只要相同格式的情况下 它都是可以直接这样 触碰上去做执行 那这个是一个猜拳游戏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起来是有点无聊的 但是就让大家知道 它有一个触碰的游戏 然后按下返回键 它就可以退出 再选择下一个游戏 好 看一下可不可以打拍 好 可以 可以正常操作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OK 好 再来给大家试一下 它可以投射到这个大电视去玩 下面的地方有一个设置 那点进来呢 它会有一个TV-out 那它这边支援呢 有HDMI的方式 或者是NTSC PAL 那如果你是传统的 这种AV端的电视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AV端 转AV线的部分 直接去做投屏 也是OK的 那但是会建立 大家如果要投到大电视去玩的话 就是要买一下原厂的无线手把 因为呢 它只要输出过去之后 这里就没画面了 那因为我没有加口 所以没办法试给大家看 那你也可以把手把呢 改成 在设置的地方呢 改成1P或2P的部分 你可以呢 1P用这一个 2P用手把 或者是买两个手把呢 两个都用手把玩 也是没有问题的 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OK 好 这次也差不多概念论啦 就是像你现在看到的 可以输出到大电视 也可以手持着玩 它用的是7寸的大萤幕 又是触碰式的萤幕 结合了很多的2D类的游戏 可以让你玩 那基于这样的部分 它的价格呢 大概就只有到1000多 接近2000 所以我觉得 还是算蛮便宜的啦 CP值来说算是比较高一点的 至于值不值得呢 这个我就不做推荐 大家自己心里面 心里面去做一个平衡 那希望有帮助到 对这类型产品有兴趣的朋友 好 今天也设置告一段落啦 我们下一次影片见 拜拜